再來這個中間的地方 首先我們來看一下 它第一個就是網頁格式網頁背景有沒有 背景的地方要是 我們背景圖片要是0103 所以直接選擇0103按確定 再來第二個就是說呢 它要我們將0102跟0104 這個是可以把它開起來 這一張有沒有 跟這一張 把它做合成 那不過合成的話就是 這裡的話要用Fotoimpact才可以做到 Fotoimpact呢 到時候你們電腦如果沒有的話 可能要安裝一下 因為這邊的話我們到時候再裝好了 後面再講 所以這個部分先跳過 有圖的部分先跳過 再來的話呢 我們就是要跳到第 3個 就是說 在第3的下面這個地方 我們圖要放在左邊 字要放在右邊 呈現這個狀態 所以呢我們如果說今天要做出像這樣的效果 我們就直接在這個表格 先插入一個表格 這個表格的話呢就是一列 兩欄 就是左邊 放 照片 右邊 右邊放 右邊放這個 這個字的話 就像 像這樣 甚至你也可以怎樣 三列 兩欄也可以 那三列就是上面跟下面有空白 空白列 那框線 記得選擇沒有就好了 按確定 那這裡的話按確定 確定以後的話 我們就直接 這個往下 往下一點點 那這個地方有沒有 稍微調整一下 把這個圖 假設說我們今天已經合成好了 這張圖是合成好了 那假設合成好以後的話 把它放進來之後的話 他要求我們 寬 100 有沒有 寬100 所以你直接在這個地方點一下 寬度100 高度的話 126 不過特別注意啊 如果你現在高度在打126 你會發現 寬度跑掉了 那原因是因為這邊有指定大小 把指定大小 保持比例這個打勾取消 我們再一次 100 這個126 這樣就不會跑掉 保持比例要打勾取消 好了以後的話按確定 確定之後的話 這一張圖他說 上面要顯示 這個校長預兆替代顯示 所以替代顯示文字 在圖上點兩下 一般 這個地方 文字地方輸入校長預兆 校長預兆 這樣的話呢就完成這個替代顯示文字 然後呢在這個右邊的地方輸入 底下的畫 那這個畫部分的話 我們 因為時間的關係 我就先把它 先輸入好了 直接怎樣 你們到時候呢直接把它Key上去 Key上去之後的話 他這個地方特別注意就是說 每一個 中間 記得就是按Enter 按Enter 然後把這個 看一下這地方 更正一下 就是說 這裡呢 比如說你這一行打完之後 一般我們習慣 一般我們習慣是按Enter對不對 那在這裡他要求的不是這樣 他要控 一個控白列 所以要按Shift加 Shift按住有沒有 再按Enter 按兩次 這樣子 才是控一個 控白列 這個地方要特別注意啦 不過 其實這個地方 也很模擬兩可 我是覺得說 當然你按一個Enter 跟按兩個Shift加Enter 結果很像啦 可是這個地方題目裡面因為他說要佔五列 所以 盡量還是按兩個Shift加Enter 然後把這個範圍選取好之後的話 接下來 我們 還要再做 一些格式上的設定 它要求我們 有沒有 這個文字 大小為3 標凱體 所以我們把字改成標凱體 標凱體 這邊標凱體 然後再來就是 粗體 然後並且加 斜體 顏色的話 這個地方顏色 找到 FF00 FF 按確定 就這顏色 再來的話呢 水平 字中 所以按一個字中 而且打字一個字扣一分 這邊有提到 這樣的話呢 我們就完成了這個部分 接下來的話呢 在底下的部分 在合成 圖片 及 校長的話 下插入一個分隔線 這個線的話呢 線高 五個像素 顏色的話是這個顏色 顏色的話是這個顏色 所以我們在下面這個地方 這個可以把它往上一點點 或者 乾脆 這一列不要好了 刪除列好了 這樣比較不會那個 多麻煩 插入的時候 插入一列兩藍好了 那底下的話插入 水平線 這個水平線點兩下 點兩下之後的話高度它要多少呢 5嗎 顏色的部分是什麼顏色呢 這個應該是 藍色的 1234 FF 按確定 再一個確定 他有沒有說水平置中 好 沒有問題 再來 下面呢 水平 線下輸入文字 網頁 網頁 網頁設計及維護 這邊我已經打好了 某某某 你就把自己的名字 輸入上去 網頁設計 及維護 那就把自己的名字 打上去 好 那這樣的話呢 就 完成 那 字形大小Size 為2 所以這個地方把它選取按一個2 然後 也是標凱體 也是標凱體 接下來的話斜體 還有加底線 顏色的話一樣是 這個地方是藍色的 1234 FF 水平 置中對齊 置中對齊 好那這樣的話呢 說明 底下是說明 好那這樣的話呢 就完成了 這一個 這個 index 這個main的部分 那最後把它存檔 就完成 這個部分 畫面先還給各位 哈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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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喔